今天是一周的最末一天 星期六 我们这一周的人生旅程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们在每一周当中 锁定一个目标 让我们去修这样的圣德 那么一年52个星期 就能够修炼52种美德 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 读经要求我们去学习天父的列明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 真实地去参透了圣经上的这些话 那么我们自己就会照着去实行 这也正如同今天的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27到28 简单的一句话 却道出了谁才是真正忧福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愿意称为是忧福 如何去得着福呢 当耶稣正在向群众僵化的时候 很鲜热的耶稣周边围绕着很多的人 一个妇女轻不自禁地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看到耶稣那么样的优秀 看到耶稣能够驱摸止病 他心中忧热二声地说 那坏过你的太极 悟养过你的女人 好有福气呀 巴不得自己也成为这忧福的人 睡不愿意自己的子女 也就是说 母以自贵 那么在今天的渡经当中 耶稣却改变了人的看法 因为真正的忧福 并不曲绝于血缘关系 当然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要 否认玛利亚的直告尊位 相反他却用这样的 凡文的语句来肯定了耶稣 肯定了玛利亚是最有福的 玛利亚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 因为他把一切都没存在心中 凡夫的去思想 在自己不了解的时候 不清楚的时候呢 总要凡夫的去思想 这正如同鲍鲁中途 所说的那一句话 一切事情帮助矮独的人得到忧福 什么叫一切事情呢 这一切事情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烧饭 抄菜 料理甲 照顾家人 与家人所话 周出去 上板 左应声 还有左卖卖 周亲 房友 今天 出去了以后 听到别人 在议论着时末 别人都在佐着时末 凡是我们看在眼里的 听到耳中的 所有的这些事情呢 都包括在是一切事情当中 每一件事情 能够帮助我们得到益处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反省一下 耶稣却说 那听天主的话 而去实行的人 更是忧福 我们听了天主的话 自从开堂到现在 已经二十多年 不用说我们每天往弥撒 我们一年往上 五十台弥撒 听五十次道理 改变五十个 坏毛病 坏习惯 努力的去做 二十年有多少呢 二十年要有一千个 那么我们现在 是不是该了我们这些毛病 修了那些德性呢 耶稣却先知 他听了天主的话 把这些话吞进去了 使自己感觉到 几度的喜悦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也得聆听天主的话 把天主的话吞进去了吗 当我们听了天主的话 是不是感觉到扎心呢 耶利米亚却说 刚在嘴里边的时候 甘甜乳液 的确我们自己听天主的话 听了听再临 但是做起来的时候 真的想法我们的本性 玛利亚为什么成为幽浮的呢 若望福音 清晰地告诉了我们 圣言取了血肉 圣言讲圣称人 圣言就是天主 耶稣十岁呢 耶稣就是天主的圣言 圣言取了血肉 居住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说 耶稣 因着天主的话 因着玛利亚的 找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吧 天主的话 就在玛利亚的态中 招录了 所以玛利亚 孕育了 人儿天主的耶稣 称为是幽浮的 那么我们现在让天主的话 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吗 如果真的进入在我们生命当中 这些天主的言语 就会形成血肉 就会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是我们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 做出来的 都是耶稣所思 所想 所做的 我们真的感觉到 我们自己都不够格 至于 耶稣在今天 像我们所说的 那听了天主的话 而有事情的人 才是忧服 你比如说 在教会当中 谁跟天主最亲近呢 我们或许会说 圣父诸教 跟天主最亲近 甚至能够称圣体 把圣体分饰给 信徒 那么是不是我们将来 在天国当中 比 伏同的教友 更有福呢 所以耶稣说了 不是反向我所 诸啊诸啊的人 就能够得救 而是称信天父旨意的人 就能够得救 现在在教会当中呢 有职分职分 有唱景的 有伏计的 有圣父 有会长 那的会长 真的比 普通的教友 有福吗 唱景真的比 光在哪里参与的人 有福吗 伏计的人 真的能够 比下边 站在墨尾的那些人 有福吗 不是的 这些职分 不然能够跟天主 跟耶稣关系密切 更能够走近 但是 最重要的一句话 是耶稣说了 那听了天主的话 而去遵行的人 听话 有遵行 我们听了吗 所以耶稣 对那些人说 他们听是听 但听不明白 看是看 但看不明白 耶稣指着这些 经事 法利塞人 他们就是宗教界的经营 他们看到了 天主的国 来临 你比如说 驱除了 游龙有牙的 魔鬼 对他们来说 能够治愈一个 游龙有牙的魔鬼 这自然而然是 体现出 天国已经来临 可是现在 他们自己的 嫉妒性 以及派斥性呢 远远的超过了 自己的天国 他们否认耶稣 哪咱也能够处 什么样的任务呢 我们自己现在 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是一个 基督徒 我们看到有一些 没有信仰的外交人 他们的心善 他们在做好事 他们在绑住人 而我们也会用 我们自己 轻烈的语气 去 议论他们 评价他们 又是虚伪的做作 加装的威善 那么我们现在 应该想一想 听了而失省的人 我们听了 遵行了吗 如果我们自己 真实地去 遵行了天主的话 我们就是忧父 玛利亚就是 最完美的一个 遵行天主话的人 在他自己 不理解的时候 我不认识那样人 他仍然能够 细心地聆听 聆听到 结实 他自己 应允了 与天主的合作 所以玛利亚 成为忧父的 现在我们称呼说 万福 玛利亚 那么他的福分 来自于哪里呢 同样的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是忧父的 都是忧父的 因为我们在今世 就能够 领受耶稣的 踢血 分食耶稣的 肉跟血 所以耶稣说 在天国当中 最小的 也比若还大 那么可见 耶稣 小门徒们 所说 你们现在 所赞扬 所目睹 所聆听的 这一位 有多少的 先知 及君王 他们想看 你们所看到的 而没有看到 想听 你们所听到的 而没有听到呢 我们都是 忧父的 我们的耳朵 忧父 我们的燕镜 忧父 我们看到了 天主的这种 深圣的奥紧 那么这个福分 是否真的能够 落实到我们身上呢 到时候耶稣说 我父所祝福的人 来吧 来承受 自从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的果度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自己的眼睛 看到了 我饿了 我渴了 我吃生裸体 我怀病 我坐牢 我们看到我们身边 有没有那些 饥饿的人呢 即便是他们 没有物质方面的饥饿 他们精神方面空虚吗 他们渴了 他们想喝那 不肤浅的生命之水 我们把这生命之水 赐给他们了吗 他们误一笔提 他们把那些 反罪的事情 却当作是 稀乐的事情 真的他们自己 生活的罪恶之中 我们愿意不愿意 给他们披上 圣充的花符 让他们成为一个 蒙恩的人呢 所以耶稣说 我饿了 我渴了 我吃生裸体 我怀病 我坐牢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几个人去 捞狱里边 开过人呢 其实这个捞狱呢 是多方面的 有的人被禁锢 在那些痛苦当中 我们是否真的去探望他们 帮助他们 引导他们 离开那些 被痛苦 被挫折 被逆境 所舒服住心灵的 这些人呢 你们这样对待 你们身边所有的 这些人 就是对待我做了 我们既然给耶稣 这样做了 难道我们不是蒙福的人吗 同样的 耶稣也对那些 可咒骂的人说 离开我吧 到那拥火里去 因为我们看到了 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 我们没有伸出手 我们没有用 温和的言语 去孤立 去帮助 去安慰 去坚强他们 我们却说三道四 煽风点火 我们却为别人 泼亮水 我们却挖苦疏落 我们却供给打击 我们却怀别人的命声 难道我们是 忧服的吗 所以耶稣说 可咒骂的 离开我去吧 那么希望我们 每个教友 接着耶稣今天 回答那夫人 最诚恳的一句话 耶稣道出了 真正忧服的条件 就是听了 而扶住事项的人 才是忧服的 我们的耳朵是忧服的 假如把这样的道理 讲述给我们的邻居 身边那些悟性的人 他们倒都已经成为圣人 可是看看我们呢 我们的行为改变了吗 我们的态度改变了吗 我们相似不相似 亮晒心切的耶稣呢 让我们惊吓信了